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孔子说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这一句呢 有一次中考考到过 怎么考的呢 特别有意思 有一次中考考的是那个西游记 就是西游记美猴王那回 就是孙悟空跟猴子们 那时候还不叫孙悟空叫石猴 石猴跟猴子们约定好 说谁能够跳到水连洞里去出来不伤身体的 就尊他为王 然后这个就石猴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 有人说为是什么意思 为是指的意思 为是指的意思 我们继续说 就是这个孙悟空跳出来之后呢 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猎位 诸位啊 我有个话要跟你们讲 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就是孙悟空 这个石猴当时就讲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就有人问他说 这个中考题就问说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出自哪部儒家的经典 答案叫论语 这是有一年北京的中考题 就出自论语的这句话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一个人如果没有信 如果他讲话跟现实不相符 言实不符 失去了信用 那么不知其可也 我不知道他能做成什么 孔子说不知道 不是真的不知道 孔子说不知道的意思是 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做不成 我不说你做不成 我说你不知道你能做成啥 我真不知道你能干成啥 这意思就是你啥也干不成 对不对 还有一种孔子说不知道 是不想回答你说不知道 这是一种情况 对吧 比如说老师你能给我一个什么东西吗 我说不知道 就是我不想给你 但是我又不想直接否定你 我就说不知道 对吧 孔子在论语当中的不知道 主要就这两种情况 一种是明确的否定你 但是孔子用一种很容易接受的方式 更容易接受的方式 比如说这条 他其实想表达的意思是 如果一个人没有信用 他什么也做不成 但是孔子的表达叫 如果一个人没有信用 我真不知道他还能做成什么 不知其可以 后面叫大车无泥 小车无月 这个字读泥 第二个字读月 这两个东西 今天你们已经看不见了 我们都看不见了 这就是什么 我跟你们讲一讲 大车就是古代的那种牛车 就是牛拉的车很笨重 因为它是那种自重车 我之前给大家讲 打仗春秋时期 是要用战车的 战车有两种 一种是拉货的 拉自重的 一种是上面那种冰车 跑得很快 所以那种叫小车 小车是马拉着的 大车是牛拉着的 有人说孔子从来不得罪人 孔子不是为了不得罪人 孔子是为了讲话的时候 就是孔子永远不会讲极端的话 他讲话永远是顾忌别人的感受的 这不是他不得罪人的事 他不得罪人的话 他就可以说好话了 对不对 他不怕得罪人 但是同样讲出一句话来怎么能够顾及到别人的感受 这是孔子讲话的特点 我们说大车就是牛拉的车 小车就是马拉的车 大车无泥 小车无月 泥和月是什么呢 你知道古代的车马要拉车 牛要拉车 他前面要有一个圆 对不对 就你们知道那个南辕北辙的圆 是吧 那个圆是什么 是那个拉车的前面那个横幕 对吧 就好挂在那个牛和马的身上 就拉车的横幕叫圆 那这个泥和这个月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牛车马车的那个圆两边 两边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活扣 就相当于它是个横的 人完事之后要要竖的 有一个可以拉的东西 这个褶拐过来的这个地方 放上去的一个一个小的活塞 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就叫做圆 这个旁边的泥或者叫月 衔接处的那个东西 那没有这个东西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是你的圆没办法拉车了 你的牛没办法拉车 马没办法拉车了 圆是你把它理解为就是 套在牛马身上的那个横 横幕那个东西 然后那个泥和这个月呢 是旁边的那个烧 就这么个东西 孔子说如果人没有信用 就好像车没有了泥没有了月 它就会出现什么问题 你能不能拉车 你走不了啊 你这个牛套上光烫根棍 后边没有那个烧是不行的 对不对 你拉不动车的 所以他把信比作了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在读这条的时候呢 你不必过于的纠结说 哎呀这个泥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月是个什么东西 你只要知道它是圆的一个部件 车上一个重要部件 没有这个东西会怎么样 大车无泥小车无月会怎么样 会导致你这辆车没办法走 为什么没办法走 牛和马在前面拉不了啊 对不对 我今天给你一根棍 完事你少一个那个对了 少一个这个锁头和拐子 你后边怎么去拉这个车 你拉不了的 走不了的 那这个锁头拐子是什么呢 就是人的信用 所以他说如果没有信用 人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 你想象一下是不是这样的道理 确实是这样的 你想如果我们今天别人都不信你 你怎么在这个世界上行走 怎么在这个世界上做事情没办法做 你跟他说我要买你个东西 他说不行你得先把钱给我 然后大家两个人都不讲信用怎么办 你只能说那我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然后什么时候撒手 大家说要不这样吧 我们喊一二三两个人一起撒手 结果大家谁都不信谁 一二三喊了两人都不撒手 你这个连买个东西都买不了 对不对 就是你没有信用的话 什么都干不了 所以这个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以 孔子说在外面做事情永远是要靠信用 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古代人讲诚信 为什么古代人说有时候我宁可吃点亏 我也不能言而无信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一旦言而无信了 别人就不相信你了 对不对 别人就完全这个没有办法沟通了 人跟人的沟通主要靠的是语言 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语言 人跟人的沟通主要靠的是语言 但是语言这个东西是虚的 你怎么确保你讲出来的虚的东西 在我这里是算数的 就好比你给我开了个票 你说我写了个欠条 这个欠条在我这里怎么能好使 只有一个用 就是我信你这欠条才好使 我不信你欠条永远不好使 我们每个人讲出去的话就是打的欠条 明白这个道理吗 就是打的欠条 如果你长期的没有信用 你的欠条就不好使了 欠条不合舍了你 你就没办法了 仍然无信不知其可以 就是这个道理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十二章